接下来进入第二回合的比拼 首先出战的是一波王杖 开工 加油 检查准备 我们另外一组 它也是那种夺宝奇兵电影那种感觉 我们也是走电影这种呈现 因为这种画面 不管是现场看还是节目的呈现 都会非常好 我们整个排练过程是有点凄惨的 因为我们这个舞蹈是以桌子作为主要道具的 不能搬进任何一个舞蹈房 因为太大了 所以我们只能在停车场 因为我面临的是在桌子上跳舞 摸在地板上面 我们会更踏实 但是当你突然之间 站在桌子上面 其实压力很大 其实压力很大 就会有点准备 就会有点准备 按照这种都没关系 对 你看 没问题 他就在中间 他就在中间 加油 四川单挑王 比希望冠冠军 中国华人之光 让我做 他们其实都放弃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把这一趴认为我完全能驾驭得住 非常的相信我 所以我大胆去尝试更多的一些高难度动作 这一轮的作品 他意思比较直观 主要是我们五个人在争抢一个 战争这个欲望的公文包 把我们争抢这个箱子的一个过程 把我们对于欲望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 在作品里呈现出来 想改 有点改变 你们一开始不是都一直在抢那个包吗 我觉得这个落点有点落的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你们一开始的主题都是围着那个包在 对吧 所以说我想这个打开之后 但是现在是对自己打开 打开完之后发现不是你们想的 我觉得这一就是我的柄 就是这样的主题是我们开始的 对自己的主题还是想的 我们开始回答我们在连接的圈子 对自己的主题是我们的 对自己的主题是我们的 不可以的 看待我们的主题是如何的 看我们不赖via 对自己的主题是如何的 那些约维连一个人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存在主题都是什么 全部的主题是一个人的主题 和电视团每一切地方 好我们的大胆 要做参考的 那些队队员啊 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如果还可以像上一段一样 两局连胜 那当然是最好的 郁博队长 这一团伙很危险 可能会玩出生命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某点栏目 του对白色目 其实是在某点栏目 他在某点栏目 他的手 这样子 要把你更多钱 说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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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要两个杨全赢吗 谢谢BB 红杨 杨凯 店门 杨文涛 谢谢 接下来请核心武器交换舞台 压力而打 往下 往下 杨 起来 杨 起来 会担心 因为现场观众的反应 给我们很多压力 因为像我们这种剧情的舞蹈 很多时候不是直接打到观众身上的 前面Apple他们的作品输了之后 我会更加的希望我们的作品 能扳回一层 我们一直都是比较舒服型的舞者 这次反而是表现了一个 非常焦虑 黑暗 烦躁的一个情绪 动作也会比以前更激烈 我们还为了这个作品 专门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看隐秘的角落 而且我们基本是按照那个网剧的人物配置 5 6 7 早 直人 王小就是猪朝阳 天马要早 大四里名鼓 普普 一个一直在帮小黑的老警察 然后我是小黑 剧情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人物配置是差不多的 我们这个舞蹈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情绪 而且对面的 你说我们要比照不可能的 别的关系 我们就是情绪 我们演一圈 让大家看到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演出来 演到他们心里面去了 我们就赢了 如果没有演到情绪 那就大家就给不知道 就不知道我们在干的 就像电视剧里面 打动你的 并不是这个剧情 这个剧情 我们打别人 不是靠动作去打 真的是靠我们的这种 氛围环境 让他的深入 深明其境 才打得出他们 我们这个舞蹈是沉浸式舞蹈 需要感染观众 还要感动自己 就是我就希望我们的这个舞蹈 带着这些人的好奇心 走到我们舞蹈的最后 移星队长 如果有一天 你们跟你们的朋友 一起困在熔炉里面 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请欣赏这个作品 《隐秘的角落》